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抗战以前 德国在中国的大使 就是德国的驻华大使 叫做陶德曼 就是这位 中文的名字叫做陶德曼 这三个字很像淘宝的很慢 陶德很慢 像这个声音叫陶德曼 后来才发现 在中国能够生存 要逃得快 正好跟陶德曼的名字 要相反 要逃得快 什么人逃得快 在49年 逃到台湾来的 这些国民党 和国民党有某种关系的人 逃到台湾来这批人 逃得最快 因为这些人 在整个中国的人口里面 占了极少数 加在一起 也不过是两三百万人 这批人跑到台湾来以后 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们在来的过程里面 有的是逃得很快 有的逃得很慢 有的呢 糊了糊涂 跟着别人逃过来的 向我聊 我只有14岁 跟着我父亲 跑到台湾来 没有什么自主权和选择权 还有一批呢 是那种老兵 他们还不说 在河北 这老百姓 出来买菜 忽然马路被封锁 抓兵 就把他们抓住了 从河北 可能就抓到山东 由山东又抓到了江苏 由江苏一路下来 所以老兵就一路被裹挟 到了台湾 他们也算是逃得快的一种 可是呢 是被迫被裹挟的 一起到了台湾 我在台湾 念完台湾大学以后 是必然的要扶兵役 我们的兵役呢 叫做预备军官 我做预备军官的时候 就排长 我的手下呢 有一个七五号组的组长 是河北人 长得身上空无有力 身上有伤 所有的伤啊 全在背后 我们就笑他 为什么你胸前没有伤 正面没有伤 为什么伤全在背后呢 他说 只要前面一开枪 战场上面 我有机会就跑 所以我受的伤 都是大家背后打我 我受的伤 虽然不太光荣 可是我能够活下来 就在于枪声一响 我就逃得快 并且呢 因为逃 才能保住了一条老命 美国呢 有一个电影片 叫做 新郎向后跑 这是个喜剧 可是对中国人而言 就是悲剧 悲剧向后跑 才有命 剪到一条老命 49年蒋介石 兵败山岛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整个的逃过来 按照共产党的评估 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国民党 逃到了台湾 逃到台湾来以后呢 蒋介石能够带的 全带来了 不但是黄金 美超 能够拆的工厂 能够开的汽车 通通带过来了 同时呢 还带了一个 他们眼中的国宝 名字叫做孙中山 大家看 蒋介石跑到台湾 最后带来一个孙中山 孙中山本来在生前就来过台湾 来过台湾三次 有一次呢 住在梅屋府里面 就是一个日本的旅馆 叫做梅屋府旅社 住在这边 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梅屋府 现在台湾呢 还留下一个条子 孙中山在那旅馆里面 写了一个条子 用中文写的 叫做此地 这个地方有花姑娘否 有没有花姑娘 什么意思啊 他要叫妓女来陪她 所以才问此地有花姑娘否 还有这么一个记录 孙中山生前来台湾 来过三次 可是死后呢 没想到居然在台湾 变成了不死的状态 我们看孙中山生前 曾经写过这本大字 叫做国魂不死 现在我们发现呢 有个东西不死 就是孙中山的精神 我手里拿的呢 是注意啊 全世界只有这一份文件 就在是1924年9月8号到1925年5月17号的 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员会 53到82会会议记录 这什么时候呢 这就正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合在一起的第一次合作 国民党叫做联俄容共 共产党叫做联俄联共 请注意这个会议记录里面呢 在14年 民国14年 就是1925年3月12号 这个会议记录 请大家注意 14年3月12号 中央党部第67次会议 看到没有啊 秘书处报告北京变告 来变 说是总理 于12号上午9点30分 逝世 死掉了 孙中山死掉了 这当天的会议记录啊 然后大家就就就就讲了 所以我们要定些口号啊 注意啊 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定出来的啊 然后呢就定了一些标语 请决定啊 好不说 第一条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之父啊 我们再看啊 我们再看啊 第三条 孙中山先生是精神不死啊 请注意啊 这是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这么四个字 叫做孙中山先生精神不死 我作为英国军官的时候 我们那个师是国民党的实骑师 是低系部队 我们的师长叫做尹敬 尹敬将军 尹敬将军 他在我到这个师以前做过师长 是个大老粗 因为把孙中山当国宝 所以每个星期一早上有所谓招会 师有整个招会 大家在一起 师长要训话 师长还要带头喊口号 这个尹敬将军是个大老粗 有一次喊口号就喊错了 这个口号是六个字 叫做国父精神不死 刚才我们看到啊 孙中山先生精神不死 现在改成了国父精神不死 他喊口号的时候 大老粗糊涂糊涂就喊错了 就喊说国父又不死 这个指导员啊 从后面一个箭步就传上来 就拍他肩膀 还有精神提醒他 他一听 还有精神 国父又不死 还有精神 闹过这种笑话 可是我们必须说 这种精神本身是很恐怖的 为什么它很恐怖呢 因为它一处传下来 又传到了蒋介石的身上 所以蒋介石死了以后呢 我看我们看 他们纪念蒋介石的方法 说是 所有革命建国建军 内政外交财经文教 各项典章制度 无一不是总裁 以三民主义的要旨来指导策定 一切军政文教 科技与社会 领导人士 及青年学生 无一不受蒋公的熏陶 然后所有工商 农民 渔牧 及各行各业 男女老幼 无一不蒙总裁的关怀 也爱护 所以总裁精神 与我们长相左右 看到没有 总裁精神 与我们长相左右 这是更严重的 孙政三 国父只是精神不死 可是啊 这个蒋总裁 不但精神不死 还要大神附体 跑到你身边来 跟你啊 长相左右 这个太恐怖了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 蒋介石死了以后 蒋介石的精神不死 遗传到今天的 民进党的 所谓总统 陈水扁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闹 民进党闹 国安联盟 然后呢 总统 一个精神领袖 又来了 看到没有 要做精神 陈水扁 要做精神领袖 到处都是精神 精神 在蒋介石的 过去的亲笔字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国军新文艺运动 提示的十二项精神 都是八股 大家看到没有 发扬民族 仁爱精神 复兴革命武德精神 极力慷慨奋斗精神 发挥和群互助精神 诸如此类 都是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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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恐怕 真是可怕 精神不死 可是现在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出来了 到底什么是精神 什么是精神不死 我们在近代中国 曾经流行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中国 我们东方是精神文明 西方是物质文明 我在节目里面 曾经谈过一个人 他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 就是林则徐 林则徐在鸦天战争以后 做了替罪羊 被清朝政府 把他发配到新疆去 在路上 他写着一封信 秘密的信 给他的好朋友 他说这个战争 不能打的 为什么不能打 他说就是 我们看不到敌人 敌人已经打到我们了 换句话说呢 这羊鬼子 船坚泡利 还没有看了他 他就打到我们了 所以这个仗啊 随观月束手 虽然是观光月飞 也是束手无策 所以这个仗打不下去 可是林则徐就告诉他的朋友 我这一封信 两封信 你不能讲 为什么不能讲呢 讲了以后呢 会觉得很泄气 中国人很泄气 所以不能讲 可是真正知道了 东方的文明精神的不够 因为西方的文明 这种物质文明 也是很可怕的 所以到了 清朝 末年 一个有名的大臣 叫做张之洞 张之洞 他就提出来一个口号 叫做西学为体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中国的这些学问 学术是原作性的 是基本的 西方的这些花样 可以对我们来利用 是用来做一个工具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中国就出现了很多 虽然承认西方的文明 可是呢 都陷于这种船间炮利 你看吧 穿着清朝的官服 也开始注意啊 这些炮弹 西方东西 也开始注意啊 老实说 然后呢 就派这小留学生 到外国去啊 去学习西洋的 近代的文明 可是 终于中国慢慢发现 中国的 虽然是有精神文明 可是西方 也有精神文明 可是东方的 中国的精神文明 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家看看没有 在长江和他的支流 那种船要走的时候 有一个水 太斜了 有很多拉欠的 拉欠的这个欠夫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 关了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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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也不能穿 因为在水里面 请问 这种人 应该累的臭死 还有精神文明吗 我们再看 这种推的这种 独闻缺的人 前面还带着 运这个 资源的人 累的臭死 还有精神文明吗 没有精神文明 所以 这个口号呢 我们中国遭到挑战 就是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因为我们东方 是精神文明 以为西方 只是物质文明 错了 发现西方 也有很多 他的精神文明 而东方呢 反倒是 累的臭死 反倒 没有了 精神文明 这个觉悟呢 是 给近代中国人 一个重要的觉悟 就是我们 以精神文明自豪 发现呢 人家养鬼子的 精神文明 便就 并不比你少 而你的精神文明 由于为了 每天温饱 累的臭死 精神呢 一点都不见了 我们就要遭遇到 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慢慢觉悟 什么东西 都是西方来的嘛 大家看到我 李奥戴的眼镜没有 这是外国货 明朝 他传到中国来的 我拿个宝贝 给大家看 知道吗 这是一个 我收藏的宝贝 这是他老师的 那种眼镜 看到没有 这个打开了以后 大家注意 这个还不法解决这个问题 无法解决这个糊涂问题 变成一个 这样子 一个糊涂问题 大家看到没有 我戴着大家看看 这个眼镜什么样子 这是老师的眼镜 大家看看 我戴眼镜 这老师真正戴毛眼镜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这种东西 对不起 中国人发明不出来 这种眼镜 是洋鬼子发明的 你看大家看我的眼镜 你看没有 叫双光镜 双光镜 这里面有一条 这一块是老花的 这一下子老花的 什么人发明这个双光镜 大家看的照片 就是弗兰克林 弗兰克林 他设计出来的 这两段眼镜 往上看 就可以看远的 往下看 就看书 这是天才弗兰克林 发明的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你觉得你戴的眼镜 中国的吗 不是中国的 你戴的眼镜 就是西方来的 所以明朝皇帝 送给大臣一副眼镜 哎呦 大臣爽死了 高兴死了 了不起 刚才我给大家看过 那个张之洞 提唱中学微体 西学文运的 这个张之洞 有一次 他批公文 就发现那个 手下批个公文 在谈到什么什么什么 名词 他就批了一句 他说 你用的这个字 是日本名词 中国的官 怎么可以用日本名词 他手下这个人 很勇敢 也很聪明 就用写个前程 给张之洞 说是 长官啊 说你骂我 说我用的是日本名词 请你注意啊 日本名词 名词两个字 就是日本后 在中国文化里面 没有名词两个字 这两个字 是日本人 用中国的汉字 所形成的一个词汇 他张之洞听了以后啊 看了以后啊 愣住了 就是名词两个字 也是日本人 我怎么忽略的呢 就告诉我们 你受了西方的文化 中国以外的文化 的影响 你永远到你自己 都感觉不出来了 你都自己也没有发现了 原来你用的是日本名词 你自己也在用 你还指责别人 你都忘了 名词两个字 就是日本活 这个时候 中国人才慢慢知道 自己需要发奋图强 广靠过去自己的精神文明 是不够的 所以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们戴的眼镜 就是外国活 今天很多人 反对全盘西化 可是如果你平心静气的 你看看 你的生活方式 就在全盘西化中 你绝对想不到 你戴的眼镜 就是外国活 你吃的西瓜 也是外国活 这都是外国活啊 今天按照我们中国的武器 刀枪剑戟 设的弓箭 能靠这个打仗吗 今天所有的武器 全部都是全盘西化 不是吗 所以我们认为 那些反对西化的人 常常没有自己反省 那些说中国的文明 是精神文明 而以此自豪的人 常常忘了 那些洋鬼子的文明 也是西方文明 也是有精神的层面 有人说 我们反对西方文化 反对英美文化 反对这个反对那个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也是西方的 也是西方的文化 西方文化 等于两个系统 一个就是英国式 美国式的 一个呢就是苏联式的 和这个内宁式的 或者马克思式的 这都是外国活啊 所以我们不能说 英国美国式的 这是西方文化 全盘西化 我们要反对 可能我们忘了 我们所提倡的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NC 列宁 这都是西方的东西 真正属于中国东西 我们如果 一项一项去 追查 发现所剩的 很少很少很少的 这就是 少到什么程度呢 少到我们都不觉得 我们已经没有了 少到我们 戴着外国人的眼镜 我们都以为是 中国祸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常常会犯了张之洞的毛病 就是说 那个东西是洋玩意儿 那个东西是全盘西化 我们不可以全盘西化 其实在我们看不见 想不到的时候 在我们看不见 想不到的地方 很多西化的产品 就在我们身上 生根发业开花结果 我们而不自知 我们常常以为 那是日本的名词 事实上名词也是日本货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 好好地检讨一下 好好地想一想